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进入我们的课程的正题了 Moco.js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Moco.js 这一节课呢可能要稍微有一点枯燥 因为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是讲一个理论上的一些 一些关于Moco.js一些理论上的东西 我们从以下四点来讲 所以这一节课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在 对Moco.js呢通过这个课程啊 对Moco.js有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了解 就我们从以下四点 什么是Moco.js 以及Moco.js能做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用到它 以及如何去使用 我想呢这四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呢 看过我课程的朋友 其实在第一讲啊 我们所演示的demo 展示的事例当中 其实也涉及到这四个问题 可能当时呢我只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些 我们比较直观上的一些内容 我们现在呢我们要通过带着这四个问题 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我们Moco.js相关的 那么我们要问一下就什么是Moco.js 那Moco.js呢它是一款数据生成器 它是呢帮在帮助 旨在帮助前动工程师独立于后段进行开发 也可以呢帮助编写单元测试 其实啊我们通过这句话 其实我们要明白有两点 第一个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它是一个生成器 是做数据模拟的第二个的话呢 是指的是它的用途 它可以独立于前端进行 独立于让前端呢独立于后端进行开发 就是我们在demo里边所讲到的 第一讲里边所提到的 就是我们当后端没有 来不及进行开发 我们只需要呢前后端对接 我们相关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接口 相关的一些输入和输出的一些参数 和一些格式那我们就可以让前端独立后端进行开发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 可以帮助编写单元测试 那说的是编写单元测试 那我们如果我们直接就是写一个比较固定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话 那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肯定很多的分支啊 这些都已经可能就不一定测得到 那么如果我们通过一个Mocker.js 我们生成的数据呢 它是可能可以按照我们所涉及的这样一些数据的一些格式 和一些既定一些输出去随机输出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 那通过这些输出的这些数据呢 我们做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来进行一些单元测试的一个了解 一个编写测试 那我们看一下Mocker.js 这是我们那个官网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Mocker.js 那Mocker.js的话呢 它也是一个中文的 所以呢这一点应该说对就是国内的朋友来讲的话呢 应该说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Mocker.js就是一个官网 这里边呢也其实涉及到非常看似也不是很多的内容 那我们呢 再来看一下Mocker.js能够做什么 Mocker.js呢 它提供了以下的三个功能 第一个呢 是根据数据模板 来生成 来模拟数据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可以模拟阿甲克斯的请求 生成并返回模拟的数据 第三个是基于HTM模板生成的模拟数据 这三个我们在后续的实例当中 我们带领大家来通过数据的模拟来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的那些内容 就是看我们Mocker.js真正能做到的什么东西 另外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用Mocker.js 因为在问到什么是Mocker.js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说到了已经有两点 那比如说我们要进行后端的这样一个独立的 独立于后端的这样一个开发 或者我们要编写单元测试 那这都是我们要用Mocker.js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还有一些原因呢 比如说 我们我要让你去输出一个真实的随机的这样一个IP 随机数 这些 你如何去处理 另外我们要去输出一些固定大小尺寸的这样一些图片 比如说我要一个800x600的 320x180的这样一些图片的一些尺寸 我们正常写的时候 我们正常在 平常我们能抛开Mocker.js来讲 那我们平常会用哪些方式来实现 那我们如果有了Mocker.js的话 那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些复杂的一些业务逻辑代码 但是我们需要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数据 来进行一些业务上的一些分支的这样一些编写 以及我们方便去进行一些测试的话 那我们这个Mocker.js也能够发挥出它很好的这样一些功能 等等这里边呢 其实总体的来讲 其实我们后端 所输出的 就是如果我们是通过开发接口 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后端输出的所有的东西 我们通过Mocker.js 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去实现它输出的数据 这就是Mocker.js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并且呢 它搭建起来非常的简单 另外呢 就是我们Mocker.js的这样一个使用 那我们还是拿样子 我们在使用一个软件的时候 一个主件 我们首先第一个肯定是要知道它如何去安装 那我们在安装呢 我们就看一下Mocker.js里边 这个地方呢 我也给大家留一个作业 就是我们Mocker.js如何去安装的一个问题 我相信通过对之前 即将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话 包括load.js的一个搭建 Express的一个基础的使用 我相信大家能够 自己去输出 我们通过一个端口的一个访问 能够输出一个我们想要的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地方呢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 这个地方 Mocker.js 它目前是有一个开发版和一个 一个生产版本 那我们这个版本当中呢 把浏览器里边的一个用法 以及在load里边 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讲load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已经写的很详细了啊 我希望大家先去自己去试一下 自己去把这个东西给它加进去 我相信这个地方看似很简单 我不确定是否大家都能正常的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当中呢 去引用这样一个Mocker 然后呢 我们希望在这个后台啊 你输出的内容当中 这个地方 希望大家稍微进行一个改 改一下 这个地方是load.js的 就是Mocker.js在load.js里边这样一个使用的 我希望呢 大家在安装的时候呢 把它集成到express当中 这是我给大家留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具体的实现的话 我们在下一节当中 去给大家一个讲解 具体的一个安装 所以呢 希望大家先把Mocker.js 和express在load.js里面一个集成 先把它自己去尝试做一下 好吧 那我们今天呢 就这一节课呢 就展示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期待下一节课 我们再见